交通部早前推出 买JBJ电子驾照和路税新功能 那结果这一项电子转型 却因为各种系统和操作问题 引发民怨 对此陆交局接纳投诉 优化应用程式 包括添加第三个用户认证步骤 填写驾照后方的特殊编号 还有让用户已有关的特殊编号 找回之前申请过的陆交局线上账号 陆路交通局发文表示 在街道用户和网民的种种投诉后 优化了买JBJ应用程式 以方便民众申请电子驾照和路税 第一项优化功能 就是加强应用程式的安全系统 用户注册除了需要输入密码 和TAC验证码之外 还要填写驾照后方 陆交局总监签名上方的特殊编号 三层认证 此外当局也知道用户在注册账号时 有些会显示已经注册的通知 这是因为用户之前可能在 MySeekup系统或陆路交通局 线上车牌竞标系统注册了户口 因此无法重复登记账号 对此当局新增了一项功能 就是让用户填写驾照后方的特殊编号 来找回之前已经申请过的账号 与此同时当局也新添了重置电子邮件功能 同样是需要用户输入驾照后方的特殊编号 才能重置电邮 当局也说无论是安卓 苹果或是华为应用系统 都能在今天陆续更新 使用以上的优化功能 陆交局也表示会时刻和通讯及数码部合作 保障MyJPJ应用程式的网络安全性